2018年度国际食品饮料展在日本千页目章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国酒茅台代理商日和商事诸事会社携中国名酒餐展 国际食品饮料展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专门展会 有来自80个国家的3250家参展商前来参加 其中日和商事的中国名酒区展出了茅台 五粮液 粉酒 韶星酒等中国名酒 引起了众多日本参观者的兴趣 我们日和商事带领着各种中国酒 有贵州茅台酒 五粮液 芬酒 中国禁酒和各种哨星酒 近年来随着各种各样的中国酒进入日本市场 日本人也越来越喜欢中国的各种美酒 日和商事今年已经是连续20年来参展 我们通过这个平台向日本市场介绍推广我们中国的酒 以及中国的酒文化 为中国酒厂商进入日本市场搭建平台 本次展会将于3月9号结束